可以壓縮 網友滴卡爾分享 交易網上挖到保 台北限時神價物 售價不到十萬元 要拍賣的呢 就是位在我後方 這棟建築物的二樓 兩房兩廳兩位 十六點八坪 而且還臨近校區西門國校 中古公寓外觀老舊 從窗戶看鏡裡頭 還有一堆雜物堆積 這間抵價只要六點五萬 吸引九十一組人開標 最終得標金額五百萬元 但其實售價低的不只這一間 另外靠近桃園原治大學 標榜五土地平房幸福買得起 這間透天座也同樣只要十萬元 在台北老舊房子 都不可能十萬起跳吧 你至少要一百吧 租十萬還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這邊生活機能還算不錯 我會想去看 但就是不會想買 就是想看他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房價高居不下 多數人聽到售價不敢置信 專家提醒要下手購買錢 資金恐怕要足夠 很可能就是只有地上權的使用 也就是說你沒有土地的這個價值性的情況之下呢 第一其實你貸款並不是這麼容易喔 第二其實你未來轉手的這個獲利空間上面也會被壓縮 那當然還有最沒有保障的地方可能是在於說 如果說土地的持有方他要去處理這個土地的時候你可能就必須得搬遷 當然這是要看合約上怎麼簽訂 地上全房屋都可能有問題 內行人提醒水很深 雖然房價田很誘人 但小心砸了錢可能還得隨時做好搬家準備 三年請問江波瑋陸配合於台北 此方報告